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Jason Honda Malaysia 已经宣布了小改款的HRV 即将在本地公开接收新车预定 而在一场媒体活动上 原厂已经把小改款的HRV摆放在现场 让大家可以抢现一睹这台HRV的风采 不过呢 有点比较可惜的就是 这台车原厂把它的内装紧紧的锁了起来 所以我们这一次这支影片只能够带大家 稍微看一看它的外形 对比小改款之前有什么样的差异 在车头这方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整台车改变最大的部分 首先就是它的水箱护罩 换成了Honda最新的Honda VIN设计方式 它上面的这个杜克饰条 一路延伸到头登组的上方 而且头登组呢依然是LED 不过它从小改款之前的两颗小预眼 换成了类似于Ciavi还有Civic的局阵式灯照设计 而且呢是全LED 连转向灯都一样是LED 那在下半段的部分呢 前保险桿的左右两侧 大家可以看到它原本的雾灯 从原本的鲁苏灯泡换成了一排LED 同时呢因为这台车 它是一个新加入的RS等级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在 薄心桿的下半段呢有一些亮面黑色烤漆的处理 车车的部分大家第一个可以看到的就是 这一次它换上了一个全新18寸的双摄铝圈 轮胎尺寸225 50 R18 而且在走到中间的这个部分呢 因为这台车它是一个新加入的RS等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后视镜的外壳 还有车底的部分呢都采用了一些亮面的黑色烤漆 跟前面保险桿的部分是一样 那除此之外呢整个车侧看下去 基本上和小改款之前没有任何的差异 车尾的部分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它的整个尾灯组 依然是采用部分LED的光源 不过这一次呢它重新设计了里面灯具排列的方式 采用了两条LED灯树状的一个设计 而且中间呢有一个偏黑色的一个镀铬丝条 在下方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RS的名牌 同时呢它的后保险桿也一样采用了一个 亮面的黑色烤漆 而这个亮面黑色烤漆的前后保险桿呢 是专属于RS的这个等级 那这一次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小改款的HRV呢 这一次它加入了一个全新的车身背色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珍珠红的颜色 在安全背背的部分 如今小改款的HRV全车系都标配了6G气囊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斜步起步辅助系统 还有三合一的刹车系统 然后呢这一次大家也可以看到这台车 它的左边后视镜的下方加入了一个镜头 代表着它拥有了Honda Lane Watch这个配备 不过比较可惜的就是它的前方挡风玻璃上方 是没有任何的镜头的 所以代表这台车它不会标配AEB 也就是自动煞停辅助系统 在动力规格的部分 它依然沿用同一具的1.8升 I-VTEC自然氢气汽油引擎 最大马力140匹 最大扭力172牛顿米 变速箱依然是CVT 而且一样只有标配了前轮驱动的系统 那这台车它的价钱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这只是一场原厂办的官方预览活动 而我们目前掌握的消息呢 就是这台车即将会今年的第三季 也就是在7月到9月期间正式与大家见面 那在这台车正式发布了之后呢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 请留守破断汽车追寻王 我是Jason 谢谢大家